据沃神报道,安东尼已经和老鹰完成了买断,48小时后将恢复自由身,沃神也发推证实,安东尼不久后就将加盟火箭, 组合正式组建完成,安东尼是一把双刃剑,要想冲击总冠军,火箭必须继续引人,安东尼声明不打替补,火箭还需要增强替补席的火力,安东尼攻抢手弱,火箭及时防守汉将,莫雷将补强的目标锁定,在了两位勇士气将身上,进攻方面,火箭十分渴望得到尼克尧,除了有一手三分球之外, 火箭更看重的是尼克扬打乱战的能力,也就是通常说的神经刀或者不讲理,西决场西大战的势力证明,火箭想投资勇士是不现实的,需要一个脚乱对手震脚的球员,熟悉勇士的尼克扬在核实不过,防守方面火箭也有动作,7月29日,据著名记者布莱恩文霍斯特报道,火箭目前正在积极寻求交易, 一捕强他们的防守端,主要筹码是莱恩安德森,7月31日,火箭记者凯雷一口,透露,莫雷对老鹰的贝兹莫尔很感兴趣, 巧合的是,贝兹莫尔也曾是勇士旧将,在2014年2月,被交易到了虎人队,尼克扬和贝兹莫尔一共一方正好可以满足火箭的需要,而且两人表面上看是勇士旧将, 但循迹上至勇士气疆,先下这两人可以一剑三雕,首先升级了替补席阵容,火箭手把虽然比不上勇士,但替补阵容将占据优势,这是火箭战胜勇士的机会所在,火箭的八人轮换地端明显,强缘加入可以增加战术变化的空间, 其次,省钱,送走安德森可以省掉一部分奢侈税,但这只是一方面,贝兹莫尔的合同仅剩下两年,最后一个赛季的薪水达到了1927万美元,戈登的合同也恰好在后年到期,火箭既可以交易贝兹莫尔,达到省钱的目的,也可以在他合同到期后,腾住空间去约戈登,保持主力框下, 总之,比安德森,刘队划算,火箭目前的阵容中,既缺乏了解勇士的就像,又缺少有总冠军经验的球员,贝兹莫尔和库里,伊格达拉等人非常熟悉,尼克扬对勇士的打法也很了解,而且上赛季已经成功夺冠,最重要的是,这两人打勇士都不需要动员,战就主会格外卖力的证明自己,火箭战胜勇士需要X因素, 这两人就是最佳选择。